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第二个用到最多的是复旧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度外是七次用到的 居多的 在这些循环中有一些语句是经常用到的 就是一些在流程中 流程控制中也就是循环中或者是分支结合中这些都属于流程控制对不对里边会用到的一些特殊的语句都有哪些有这么几个专门是特殊控制流程的可以说是中断流程的一些东西比如说break还有continue还有ESIT有这么三个那break前面咱们在一副语句里边一副语句没用中啊 多路分支有个switch开始是不是用到break那用break的目的是干嘛退出 退出那一段对退出switch中的开始那一段对不对那在循环中 如果循环症执行着呢突然来break那那循环就怎么的宗旨了 比如说屏幕前的帅哥约妹子出去吃饭天天约妹子吃饭看电影吃饭看电影是一个循环对不对 突然妹子他的男朋友出现了对不对就可能把你俩这个循环是个宗旨啊 后边循环就进行比较确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是在循环中如果符合条件能损过break就能退出循环 在switch中用break就可以退出什么退出switch case对不对啊 循环指的是副循环度循环度外循环这些循环都可以用到break对吧是这地方用到那continue呢 continue是什么啊是是比如说你和妹子约妹子吃饭看电影 然后呢他男朋友来是break打断对不对啊突然 比如说呃他的一个朋友过来了对不对啊非男朋友告诉说今天陪我去逛街对吧 今天就不陪你看那样什么什么吃饭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明天可以继续 所以continue的是中段当前这次循环以后的循环是可以继续对不对啊不是说所有的都不执行了那sit呢 其实他用在不是用在循环中他用在什么地方呢任何地方都可以用只要程度代码遇到esit 他不是说循环结束了或者这个结束了整个脚本到这块就终断了 ok所以呢他没有第三种特殊控制流程一段基本上都跟终断有关的一些那咱就试一下break 那咱们在switch case里面就用过了对不对那在循环里面用一下比如说我现在就写个循环上去课咱们写过不循环嘛对不对那我这会也写个不循环好吧 不循环$5等于0$5小于100$5加加看一下正常输出比如说输出 每天干嘛每天吃饭每天吃饭每天吃饭看电影什么都好看的 你们看这个再加一个一个和妹子看一下这话是循环正好循环100次对不对我们来看那个循环啊 好我们在这边再写一切对吗每天也就是前面假如说我写个日期 咱也不是日期了就是0到100对不对我们主要看下结果这个循环是不能执行的好每天吃饭是不是这样那假如说妹子决定了每个帅哥就跟他什么给他10次机会对不对如果追不到就拉倒对吧那这块就可以判断 如果什么大于10或者就是等于10对吧或者大于等于10只要这个条件成立就行对不对超时都大于等于10直接逼而言及不累对吧那么明明循环是100次对吧 我现在10次就中断这个跳出了这次循环看一下是吧0到9是不是这样的嗯 这是可以的然后这果肉也可没什么说就跳出循环就完了对吧而container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同样复制一点代码看一下 咱就不每天要在厨医吃饭了对不对比如说 呃 每隔三天呃或者怎么说呢是呃三的倍数就不出去对不对啊 妹子说三的倍数是他的什么不幸运日对吧所以呢双数的时候才出去对吧嗯嗯 那三的倍数不出去怎么办呢你看如果I对 和三球膜等于10是不是三的倍数的时候嗯你要break的话怎么呢0的时候是不是就跟三球膜了嗯对吧嗯那是不是直接就不行吧嗯但是如果我用container呢 很清楚很清楚什么意思啊 只要是和三球膜等于0的那个情况都不止 对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这次循环就不止行了嗯以后循环继续那我来看一下这块 嗯嗯嗯 下一边 上面是00到9这块1 三六九是不是三的倍数都没有啊下边嗯嗯三的倍数都没有 看到了没有任何一个三的倍数 这就container的意思和break能理解吧 退出本次循环 不怎么呢不执行下一次循环对吧 但是这里边container要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 比如说妹子你看一下我写的这样的程序 我用Y的循环写几个等于0对吧 Y的循环 $5大约如果是小于100的时候我就循环这里边$i加加这都没有问题吧 嗯 然后输出 看来呀输出嗯 一样圈尾巴随便写一个数字 然后这块 放上一个$5你看这个程序当时怪物封循环能写的怪物封循环是美能写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看我在这块跟上面成文写的一样 如果$5和$3球模等于0的时候 那$3的倍数的时候 西温 西温TNNU TNNU 你看 是不是跟上面封程序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输出这个是每天吃完去看电影对不对 然后下边的实际上圈对不对 嗯 那我下边写的话要行 看这个程序 有没有问题呢 嗯 能不能执行吗 嗯 嗯 他妹子深情都望着着这代码 嗯 妹子说这个代码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嗯 我说它可能会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说它是个死循环 对啊 我信你可以看一下 程序 我刷新一下 你看程序执行完了吗 看上面这块 嗯 一直有个转对不对 嗯 我再不停止的话 有可能我机器会死机 嗯 都停止掉了 对吧 是不是死循环 那死循环发生的是在哪呢 这回就了解肯天牛的特性了 对 看一下 你看有一个帅哥收尾了 他说 嗯 妹子一下就看到了 对 你看程序这样在这如果跟三球魔的话 是不是肯天牛了 嗯 哎家家了吗 没家 他是退出本子循环 下的循环是继续 又回来继续 哎妹家家是不是才进来 嗯 又退出哎妹家家又进来 对不对 哎就是永远是小一百的 对吧 在这会是不是就死循环症了 所以这样的代码的错误呢 一般的咱们新 新手朋友很难发现 对吧 然后就纠结 这问题在哪呢 明明没错呀 对不对 嗯 问题就在这 哎家家妹执行道 永远是退出再执行 哎永远是小一百的 对不对 这样程序就会死循环在这 的话 这样的问题咱们需要的是注意 我看 嗯 嗯 那这话 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个问题 什么呢 如果是 双层循环的时候 我们怎么一次性退出双层循环 来能再写个例子 这个是死循环我就 怎么呢 这我就去掉了 不然这程序 进行不了 好吧 那我现在做一个双层循环 不循环 倒了歹 等于零 倒了歹 比如小一时 倒了歹 加加对不对 然后这话再来不循环 倒了接等停 倒了接 小一时 倒了接 加加对吧 然后这话输出 一行减号 一个减号吧 然后 这话 我下边输出 一个外行 现在就是十行十列的一个小指针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这个十行十列的小指针 嗯 最后一个这个对不对 那前面有可能看不到效果 我把前边 图示一下 不然的话 再把屏幕 被屏幕的下方那会挡住了 看一下 是不是十行十列的一个小指针 现在 我这会想退出 你看 退出一层 怎么很容易了 对不对 那这话 如果WG 比如说大于5的时候 我就BREAK 看到了吗 那我这话就能怎么办 是不是这一列全没有了 就是里层的循环只执行了5次 对吧 如果外边这块 你可以这么写 你看 比如说我在上面 这块 上面明明是十字循环对不对 如果Dollar不接大于5 应该是Dollar5 大于5对不对 我这话BREAK 那是不是外层循环是行啊 举阵中的行 那么我们再一看 是不是行就没了 对吧 那我能不能在这里边 如果这里边大于5的时候 我不借助于外层 BREAK只能一层一层退 知道吗 我想直接退到最外层怎么办呢 这一块BREAK是一个指令 后边可以根数字 默认是BREAK1 了解什么意思吧 退出一层 对吧 那如果两层循环和BREAK2 看一下 两层循环一起全退出 里边执行了5次 退出 所以外边行里面执行 知道吗 这是BREAK的特性 那如果有三层循环一起推出 怎么办呢 对 虽然这种连续 可以退出多层循环的情况很少见 但是开发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知道吗 所以呢 大家在后期开发中 如果想同时退出多层循环的话 记得BREAK后边可以跟一个数字 退出多层循环 好看 嗯 那么我们在这块再看一下 BREAK可以闲 如果这块我换成Continue 可不有二啊 这样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直接什么 外面去外面去执行了 你看 对吧 这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加注字 好看 嗯 那再有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这程度放在这吧 咱们还有一个关键字 这两关键字 就这么多点知识点 大家需要记住就可以了 BREAK肯定用 后边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OK ESIT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它有个别名叫DNE EXIT 看到了吗 如果遇到这条代码 它有一个实质就可以不加号 听懂吗 如果你这话直接遇到ESIT 程序直接组络 在这条代码 脚本之间到这就算完了 听懂吧 整个都退出了 后边代码根本就不执行了 OK 那我也可以怎么办 用括号也是一样的 看到了 对吧 当然了 也有像其他语言说的什么 联网什么标错误退出 一什么标准退出之类的 也有这样的说法 OK 它也可以等用 但咱们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不去这么使用 OK 标准就是标准退出 就是正常退出情况 是什么样的 然后错误退出 就是发生错误的时候 看到退出 有一个这样的标志而已 那当这里边 可以加一个字幕块呢 这里 输出后 下面 对 以后的代码不执行 你看 可不可以这样写的 看到了吗 这里边 如果写个字幕串的话 咱们这么有个多 就是输出一个提示 并告诉他为什么我宗旨了 你可以不输出直接宗旨 但有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最后输出那句话 输出完之后成绩就结束了 OK 那ESIT呢 有个别名叫做 DAE 如果想退出程序的话 通常这一句 DAE 英文什么意思啊 死掉 对 死掉的意思对不对 告诉程序执行在这就死掉了 对不对 然后里边输出这句话 它和 DAE和ESIT是个别名的关系 这两个是经常用的 语法很简单 对吧 就是程序 那这些是不是 都是我们正常程序执行流程中 碰到这些会发生一些改变的事 所以是不是也算流程控制中的语字 对吧 当然这些不一定在循环中用 对吧 这肯定没有好用 就是在循环中用吧 这BREAK循环 还有低负语字都用 EST 是不是任何照片都用 对吧 好 这就是咱们这些课的 三个特殊流程控制 当然了咱们后期学韩语的时候 还会学一个 比如RETAIN 也算是一个 OK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一个咱们 我和妹子 咱向大家介绍一个 对 GO TO 语句 好 谢谢大家 这一课咱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